好的 这是华市记者连佩佩 非常生动的独家追踪采访 那么这是平息的行销方式 而另外呢 新北盛政府 还有另一种行销方式 找来名人推荐当地美食 在新店住了一个宅男的偶像女神 叫做这个豆花妹 她就介绍了在当地啊 有一家酸菜白肉锅 让她吃了会流眼泪 来到新店要吃什么好呢 哈哈 来到新店呢 当然就是要来问我啦 因为我呢 从高中就是来在新店这边走票 所以有什么好吃的呢 跟我走 就知道了 走 跟着豆花妹走进新店市区的这一间餐馆 才踏进去 呼鼻而来的酸菜香 就让人打流口水 著名就是酸菜跟白肉锅嘛 那我就一定要吃到它的酸菜跟白肉 再来吃一下 热腾腾的 整锅才刚蹲上来 豆花妹直接先拿起碗筷 吃了再说 不错哦 汤汁在嘴巴里面散开 再喝一口用鸡骨头炖出来的高汤 全身都暖了起来 让豆花妹吃到停不下来的 还有这一道料理 竹笼子一打开 香气立刻弥漫餐厅 蒸饺的皮吹弹可破 扎实的馅料光用看的就让人受不了 皮就是很薄 那种薄质的感觉就是 就是皮肤就这样 就是薄薄一层 但里面就是我们的很多肉 老板说这些蒸饺全是他亲手做的 从擀面皮到里面用后腿肉和虾子 或成的内馅 新鲜料多 包准你一吃就会成主顾 像这一间隐身巷弄的餐厅 在新北市真的很多 为了推广美食 新北市府每个月都邀请住在当地的名人来带路 首波找来女神豆花妹 就是因为她从小就住在新北市 接下来透过在地名人的介绍 新北市好吃的美食 一个都跑不掉 记者台北共和报道